72小时之内,菲律宾在南海撞船抢地,中国海警可以抓人了。 要说,擅长在国际事务中自我表演,菲律宾的表现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 短短72小时内,菲律宾在南海两次出手,先是撞船,再是抢地,气焰嚣张地令人折舌。 新闻报道指出,在中国海警新规正式生效的第一天, 菲律宾外交部向联合国大陆驾界线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文件, 要求将南海西巴拉旺区域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延伸至350海里。 菲律宾方面信誓旦旦地表示,这些主张是根据相关人员历时15年时间收集和整理相关数据得出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主张拓展的大陆驾范围与中国在南海的主张有重叠部分。 换句话说,菲律宾就是明目张胆的,要与中国在南海抢地牌, 这表现还振振有词呢。 菲律宾这种狡猾的嘴脸早已在之前的国际场合里暴露无遗。 回想当年,在被美非以及西方国家操控的海牙国际海洋仲裁法庭上, 菲律宾真面目已经显露无遗,如今不过是顾忌重施。 中国自然会坚持立场,不容菲律宾在南海自说自话。 结合当前的南海局势,菲律宾在南海上的非法诉求无疑是在对中国的挑衅, 而且还特意的选择在新规生效的当天提出, 无非是想挫败中国在南海的瑞奇为自己争面子, 甚至为美国继续卖命。 在向联合国相关机构递交文件之后, 菲律宾在人爱交方向的动作充满恶意,来势汹汹。 一艘菲律宾的补给船试图非法亲闯我中国人爱交海域。 这次,他们以极其不专业的方式和操作靠近正在海上正常航行的船只, 最终导致了擦碰。 如今气急败坏的菲律宾物资根本无法运送至人爱交补给那艘座座坛的军舰, 于是歪点子层出不穷。 面对这次菲律宾补给船的靠近, 中国海警果断作出回应,采取了管制措施, 并未让菲律宾的目的真正得逞。 按照新出台的规章制度, 中国海警可以直接抓人甚至扣押这些轻创中国领土的船只。 菲律宾方面心知肚明中国海警可以采取手段, 这次或许是他们在新规出台之后第一次在人爱交海域发起的试探。 中国海警只是进行一般管制将其驱离, 但下一次他们恐怕就没那么幸运了。 我认为中国也不应该再手下留情, 对待这些试图挑衅的行为, 应当重拳出击, 才能真正让他们收敛。